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记忆体晶片大厂SK海力士发布了财报 受益于2024年记忆体晶片需求回暖及价格上涨 SK海力士全年业绩创下了历史新高 具体来说,SK海力士2024年第四季的营收金额为19.7670兆韩元 环比增长12%,同比增长75%,营业利润为8.0828兆韩元 环比增长15%,同比增长2236% 营业利润率为41%,净利润为8.0065兆韩元 环比增长39%,去年同期则为亏损1.3795亿韩元 净利润率为41% 整个2024年度的营收为66.1930兆韩元 同比2023年度营收为32.7657兆韩元 暴涨102%,营业利润为23.4673兆韩元 去年同期亏损9.1375兆韩元 营业利润率为35% 净利润为19.7969兆韩元 净利润率为30% 营收金额较2022年的历史新高 还高出了21兆韩元以上 为历年营收的新高 其营业利润也超越了2018年 记忆体晶片市场超繁荣期的业绩 由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 智慧型手机PC等主流 IT产品需求持续低迷 这也使得通用传统记忆体晶片需求 复速延迟 但是面向AI的记忆体晶片需求坚挺 主要加速了记忆体晶片需求 两极分化 与三星电子不同 SK海力士利用其在HBM市场的技术优势 及具于领导地位的市场份额 推动了其整体业绩的增长 业界表示 HBM的平均售价ASP 比通用DRAM高出3至5倍 此前三星电子预计 该公司去年第四季度的营业利润 为6.5兆韩元 而SK海力士去年四季度营业利润 则高达8.1兆韩元 首次超过了三星电子 SK海力士表示 在针对AI的半导体记忆体需求强劲的情况下 凭借业界领先的HBM技术实力 和以盈利为主的经营活动 实现了年度历史最高业绩 其中 2024年第四季 呈现高成长趋势的HBM 占了整个DRAM销售金额的40%以上 三季度为30% 企业及固态硬盘e SSD销售也持续增加 公司以差异化产品竞争力为基础的盈利 为主经营建立了稳定的财务状况 由此继续保持了业绩改善趋势 SK海力士透露 该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 已经向客户供应目前量产的最先进的HBM型号 12层HBM3E晶片 随着记忆体市场逐渐向高性能高质量转变 SK海力士强调 要以及时供应满足客户要求的产品为竞争力 只要具备这个能力 就可实现稳定的盈利 公司此次业绩也证明了这一点 其意义重大 而针对未来的展望 SK海力士预测 随着大型科技公司对AI伺服器的投资扩大 人工智慧推理技术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 由此 高性能计算所必须的HBM和高容量伺服器 eRAM的需求将持续增长 并且在客户端产品市场部分库存调整的情况下 搭载人工智慧的PC和智慧型手机销售有望提升 预计2025年下半年市场状况将有所改善 对此 SK海力士计划2025年增加HBM3E的供应量 并适时开发出HBM4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供应 另外 在需求稳定持续的情况下 将为了生产更具有竞争力的DDR5和LPDDR5 将推进所需的先进制程转换 NAND Flash快闪方面 即2024年之后也将以获利为主的营运和满足需求情况的灵活销售策略应对市场 SK海力士还透露 2025年的HBM产能已经售庆 并预计今年HBM销售额还将同比增长100%以上 SK海力士财务长姬有贤表示 通过大幅提高高附加值产品销售比重 在市场状况调整期 具备了与过去相比能够实现稳定营收和利润的事业体制 今后将维持以确保盈利能力的产品为主进行投资的原则 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灵活决定投资 随着2024年业绩创下了历史新高 SK海力士也即将向员工发放巨额的绩效奖金 相当于1500%的基本工资 根据SK海力士公布的信息显示 即将于1月24日向员工发放相当于1500%基本工资的绩效奖金 这也是SK海力士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绩效奖金 资料显示 SK海力士的PS绩效奖金制度 是与公司财务业绩和个人贡献挂钩的年度奖励制度 员工最多每年可获得年薪的50% 相当于基本工资的1000%的奖励 自2021年起 SK海力士将上一年营业利润的10% 使用于为PS奖金池提供资金 该计划的参与者可以选择将至少10%到最多50%的PS奖金 转换为公司股票 增量为10% 因此SK海力士此次的绩效奖金为年薪的50% 相当于基本工资的1000% 还加上了500%的特别绩效奖金 总绩效奖金为1500%的基本工资 此前 SK海力士曾通过电子邮件向员工提出了基本工资 1450%的奖金支付方案 但是却遭到了SK海力士工会的反对 随后 SK海力士妥协将绩效奖金提高到了现在水平 然而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 三星电子突然宣布 大幅削减晶元代工部门在2025年的设施投资 与上一年相比削减一半以上 三星晶元代工已将2025年的设施投资预算定为5兆韩元左右 较2024年投资的10兆韩元大幅下降 这一决定是在2021年至2023年大力投资之后做出的 在此期间 三星晶元代工花费约20兆韩元来扩大产能和推进技术 然而 在2024年10月的2024年第三季度财报中 三星电子已经预测将采取保守的设施投资方式 称预计2024年的设施投资规模将减少 2025年 他们将最大限度的利用现有的生产基础设施 2025年的代工投资将集中在华城S3厂和平泽P2厂 在S3工厂部分3奈米生产线将转换为2奈米 这种转换涉及在现有生产线上添加一些设备 这不算大规模的新投资 同时 在P2工厂 计划在今年内 安装一条月产能2000片至3000片晶圆的1.4奈米测试线 此外 三星还将进行小规模投资 以补充美国泰勒工厂的各种设备和基础设施 三星减少设施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客户订单低迷 三星代工厂最近面临良率低和先进工艺延迟的问题 这阻碍了其吸引大型科技客户的能力 位于平泽的4奈米至7奈米代工厂的开工率 已下降30%以上 进一步加剧了形势 三星代工厂更迫切的担忧 是与领先代工企业台积电的差距不断扩大 仅去年一年 台积电在代工厂的投资就高达9560亿元新台币 约42兆韩元 是三星代工厂同期投资额的四倍 台积电的这一重大投资 凸显了三星在全球半导体市场面临的竞争压力 业内人士解释到 三星代工似乎没有大幅减少投资 而是把提高2奈米技术竞争力放在首位 这一战略重点是推进2奈米技术 这被视为提高三星在市场上的地位 和解决其目前面临技术挑战的关键举措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